解冤,放生就是消災,放生就是治病,放生就是救青,放生就是严寿,放生就是佛善,放生能助生息 七十七夜,所以放生可以治病,放生可以硝烟结还债,放生就是救命,放生可以得到最大的福报,放生可以令亡生者得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家里有人生病,赶快替他放生,再为他点灯,替他忏悔,替他做焉供,你该做了都做到了 然后呢,他就很顺利啊,因为一个人会生病有三个理由,各位再背一次来 业障病,第二,鬼神病,第三,生理病,生理就是四大不条的意思 他坐太久啊,太晚睡觉啊,吃太咸啊,才太辣啊,因为这样四大不条产生病 那这要消除病,不能只看医生,只调整生理 第一个,要忏悔业障,这个业障病搞不好上辈子带来了 有些小孩子出生就心脏病,对不对,这不能怪他爸爸妈妈 小孩子也没做坏事,是他上辈子造的业 那有些人到三十岁就得癌症了,有些人到五十岁就心脏病了 所以这个业障病,各位要忏悔 忏悔,拜三昧水灿,在佛前忏悔记都可以,要忏悔 忏悔消业障 鬼神病啊,那各位就要像今天这样,要超度 替他放生,替他淹泵,替他写牌位 回向给他,消冤解决,他就不找你讨债 那各位听我讲一个故事啊,这是真实故事 唐代杜顺和尚 有一天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抱一个小孩子 哇,一周睡了,哎呀,师父啊,加持一下,加持一下 结果杜顺和尚说,这个小孩子啊,你们不要执着啊 他可能来讨债的哦,你们要赶快忏悔 这两位听,哇,和尚怎么这么说 那杜顺和尚说,等一下你们抱来河边找我 结果他们夫妻啊,为了这个小孩子赶快抱到河边啊 杜顺和尚把这个小孩子抱过来,念念咒以后 就往河里面把他丢下去 结果丢下去,小孩子当然冤死啊 那两个夫妻哭宅在地上,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突然,和尚出现一个大人的样子 大人,结果脸是他小孩子的脸 他们看得出来,怎么变大人了 那比了他们,你们两个过去抢我的钱,害我的命 我来找你们讨债的,好在菩萨慈悲化解啊 讲完就走了,不见了 哇,他们两个,吐声而上,你们看看啊 这个小孩子在找你们报仇的 好在因缘成熟啊,他现在脱离你们了 所以各位,你最爱的,本来都是你最恨的 你最恨的,现在你变成你要最爱 这个叫欠债,知道吗 欠他债 哦,你很爱你老公,他外面有女人,你还在爱他 我讲,你欠他债了,那怎么办 你欠他很多债 所以各位,这个要忏悔啊 不然债还没还完啊,苦得不得了啊 啊,所以我想各位,意思是佛教叫我们冤亲平等 不要太执着,执着就是欠债,来报仇的,来讨债的 啊,儿子活到20岁,突然生病死掉,你哭了半死 然后花了很多钱在他身上,因为他来套债的啊 啊,这一点一定要了解 所以在佛经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位,有一位有钱人 他的女儿16岁死了 然后他的先生哭完算了,就要把他抱去埋葬 他不让他埋,因为他太爱这个女儿 而且这个死掉的16岁女儿更奇怪 那个脸就越来越漂亮,他妈妈就更不舍得他 死了以后脸还越来越漂亮,他妈妈哭死了 后来有一个老和尚跑去他家 就问这个夫人啊,老夫人啊,老夫人啊,你知道你抱了那小孩是谁吗? 我告诉你,以前你先生的小姨子怎么死的,你告诉我 这个女孩子就是你害死的先生的小姨子来投胎了 哇,他马上把女儿丢在地上了 为什么?他早期结婚的时候他不会怀孕啊 他老公说那我再娶一个小的来 他也没办法,忍啊,结果那个小儿来 小姨子来,马上就怀孕 他就很难过啊,他怀孕他就拿毒药给他吃 让他小孩子躲胎 第二次又怀孕,又拿毒药给他吃 又让他小孩子不见了 这个小姨子心里就有,哦,一定有人害我 结果第三次怀孕的时候他都不讲,不讲 他大老婆拿什么东西给他吃,他都不吃 然后等小孩子生下来以后 这个老大就害他来不及了 但是他还处心机率要害小孩 他想说,如果小孩子家产变他的 那我怎么办 结果呢 等这个小孩子满周岁的时候 他就当做很爱他,经常送饼干 这个小孩子心里就没防备了 有一天,有一天,哦,给我抱抱嘛,给我抱抱 然后呢,这个小孩子想说大概不会害他了 就给他抱 他抱去半个钟头绕绕回来 晚上小孩子就开始生病了 但是查不出原因,三天发烧死掉 小孩子死掉 结果死掉 结果死掉以后啊 哎呀,这个小姨子哭啊哭啊 也不忍他埋葬 结果他抱着小孩子刚好阳光晒到头 这边发光 什么意思 但是,居然有一个针扎在小孩子头里面 他终于知道了 大老婆又害他儿子,又把他弄死了 三天以后小孩子死了 结果这个小,小姨子很恨很恨 不知道怎么报仇啊 不知道怎么报仇 然后呢,有一天他就跑去寺庙啊 师父啊,要怎么样修行可以埋怨 师父说,受八观再见 师父不知道他是要报仇的 然后他就受了七日七夜八观再戒 过午不时 人家过午不时哦 这个小女生啊 七天不吃饭 为了报仇,守八观再戒 就死掉了 死掉没多久 问题就来了 哇,这个大老婆竟然会怀孕啊 各位你都想要知道 小姨子来偷胎了 让这个大老婆会怀孕了 问题是怀孕生下来就死掉 怀孕生下来就死掉 连续六次 你看,来报仇哦 一直来报仇哦 到了第七次 终于生下来了 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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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 到十六岁又死掉 所以这个时候老婆上就问 你现在抱这个小孩子 你知道吗 就是你那个小姨子来偷胎 前面害你六次都流产 第一次是让你生下来 爱得要命,然后再死掉 你看他要不要把他丢在地上 下头下坏了 但是这个老和尚也说 我也不能怪你 因为当初传给八关灾戒 给你七天的就是我 传给人的小姨子 我开悟了才知道我错了 我没有问他受戒的动机 我就传给他八关灾戒 所以我要来跟你化解你们这段仇啊 结果呢 结果呢 没多久 十六岁的女生死掉 慢慢慢慢变成一只毒蛇 这一只毒蛇又跑来要咬这个老太太 当他那天要咬的时候老和尚又来了 指的那只蛇嘛 你已经报仇七次 让他哭了七次 如果你这一次在咬死他 你也要下地狱啊 老和尚就给他念经啊 持咒啊 这只蛇就走开了 不吃饭了 就死了 后来这个大老婆 害死人家一个小孩 所以各位不能堕胎啊 你看讨报多久 他就跑去找老和尚忏悔 老和尚我怎么忏悔啊 老和尚受八关灾戒 各位注意哦 如果你堕胎两个小孩 受两次八关灾戒 可以消业 所以他就老和尚说 那你就受七天八关灾戒吧 忏除你的杀业吧 所以他受完七天八关灾戒以后 真心的忏悔 不再做坏事了 连肉都不敢吃了 那只蛇死了没多久 又去投胎 后来又投胎在隔壁人家的女儿 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了 就进来 这个大夫人就很爱她 现在变成很爱她了 因为她是来报恩的了 后来这个大夫人 天天吃灾念佛 忏悔 这个小女生都跟着她 结好缘了 我讲的这个是佛经里面 真实的故事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放生就是还债 过去我们杀生啊 吃她肉啊 过去我们甚至堕胎啊 我们有很大的业障 我们透过放生还债 回向给她 各位呢 也多受五戒八关灾戒 改变命运 不但为我们自己做 为已经在受苦轮回 自杀的得癌症了 要替她做 所以我们以放生的功德 这样来回向 所以来 七十七页 地藏菩萨也跟我们说 放生的功德 十三种 来 地藏十轮经 放生诸功德 一 长寿 二 慈悲心自然生起 三 善神为友 四 所有动物体润为亲而欢喜 五 无量功德 六 众人恭敬 七 无病无危害 八 快乐永幸福 九 生生世世 尽信佛陀所行 十 不离三宝 十一 终获无上菩提之果 十二 师父善知事 长久住世 为师攘哉祈福 十三 往生尽福 希望爸爸妈妈长寿 多替他放生啊 特别乌龟嘛 越长寿越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 如果你亲戚朋友精神有问题 忧郁症 躁郁症 那要放什么 放小鱼 放小鱼 再来 等一下会发给各位一张 缅甸佛教的传承 如果有人一直害你 你很不喜欢的人在你身边 如何请他先走 喂小鱼吃面包 喂蚂蚁吃糖 回向给他 不喜欢的人就会提早离开你 这个缅甸佛教有这个传承 多病的人 你也为他放小鱼 喂鱼 他很容易病好 等一下要发给各位啊 那这些方法各位都要学 所以我们经常用吐司面包 各位住在冰城捏一捏 丢在河里面海里面给小鱼吃嘛 这个很方便 我经过很多地方 哇很多鸽子都停在草地上 对不对 各位撒一点饲料给他们吃 乃至呢各位呢 你也知道德国妈妈在救七百只流浪狗 哇 经济压力很大 对不对 各位就买一些面包 像我们今天去买面包饼干 那些狗也喜欢吃啊 不思食物 来回向给他们 好翻过来 七十八页 第三 一个人放生可以免除一个人身家的疾病灾难 众多人放生可以挽救世界的浩劫 改变世界的命运 所以来念一下 愿世界无战争 愿各宗教和谐相处 愿各民族互相帮助 我们这么多人放生 今天放了一万七千多 各位一个人要放一万七不容易啊 但大家合起来的钱就很容易 而且我们这两天天天放 我们现在正在亚罗斯打败梁皇宝燦 今天第三天 总共要拜七天 第一天八观宰戒 最后一天共佛宰天法会大蒙山 明天法会完了以后我要回亚罗斯打 但是呢 每天大放生 每天大言共 所以我们念下来 水洗良皇宝燦法会功德 所以他功德给我们 我们功德给他们 对不对 互相帮助 这样合起来的功德 希望世界和谐啊 也没有战争啊 因为我们华人 大家安居乐业啊 毕竟各位 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客人 如果人家说 这个国家是谁的 你要说都是人客啦 都是客人 这个世界不是你拥有的啊 国家这只是一个名字暂时的而已啦 不执着啦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尽力就好了 所以但是 但是在政治上还有对立 我这个党 你那个党 哎呀 党也可以换的啦 这个世界 换来 台湾就是这样 一下 一下那个党 一下那个党 你不给我选我又换一个党 换来换去 所以这个世间一切都是暂时的 但是他们不了解 我们多做功德放生 回向给他们 啊 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党 众生皆有佛性啊 众生都平等啊 他们不了解啊 所以来 金山佛佛 念一下 最好的消业方法 莫过于放生 世界上最大的恶业 莫过于杀生害命 反过来说 世界上最大的善业 是莫过于戒杀放生 所以放生是最大的功德 你能依我的话 赶快量力买生物放生 就能征服典兽 调查一下 曾经买过死鱼回来 把他杀一下 拿去煮的